那我们现在有资料库事件 然后有载入一些媒体之后 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实际上的作业 之前这个大概都是在准备工作啦 那可以看到上面这边会有几个东西 那我们刚才一直是停留在媒体这个页签上 那我们先点来计划按这边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新增 那新增时候它会有两个东西 影片跟预告片 那我们先来做一下影片的部分 然后练习一下影片的部分 那它说你这个要在哪一个资料库中做 那我们刚才就有新建一个SSD的资料库 那预设是那个iMovie资料库 那我们先在SSD资料库 好 那点下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你的计划按媒体这边 会有一个我的影片 那底下会有 会显示说从上方浏览器 托放影片片段 照片来开始制作你的影片 是这样子的 好 那而且你看一下这个 左上角这边 会有一个返回计划按 还有什么 显示或隐藏媒体 这两个我们先不管它 因为我也还没试过 那这个计划按这边 我们先按返回的话会怎样 它就会让你去设定这个的名称 比如说那我就可以设定一个名称 我设定一个名称 好 那这边就会多了一个叫小组聚餐的计划按 那 假设今天我还没我做完的时候 再下次还可以继续做 就把它点两下 就会到这个计划小组聚餐这个计划按 这边来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声音 把它拖下来看看 不行 可以拖下来了 好 那拖下来的时候 底下这个横杠的地方 就是计划按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点下去 然后它就可以播放了 那在上面你先点一下 上面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有那个黄色的框框 黄色的框框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的部分 你可以先点上面这个 上面这一区就是类似 素材区 那这个上面这个 你可以点着 然后让它 去播放看看 你要的东西是怎样子 那它这边会 开始跑 那我们先做一个 先做不做任何编辑 我们只是先练习说 怎么把它弄下来看 就把它拉下来 那拉下来之后 对 那我先把声音调小一点 不然太大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把它点来这边 那按播放 啊等一下 这条线太过了 应该是在这边 关闭 为什么这条线跑到那边去 好 我们先选这个 点选这个 就变 呃 外面有 黄色框框 那如果你看 我点底下 底下有黄色框 那我点上面 那 点 上面 先选上面之后 再点 那我看一下 嗯 可不可以把它 好 然后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它上面会有播放 我们刚才拖曳的影片 底下会有声音 这是最基础的方式 好 那这整个就是 主要是在 新增这个状案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返回去的话 那我们再进来看看 是不是是刚才的样子 所以它是 看起来是会 有储存的 有储存 刚才的 这个计划案的东西 好 那 这一节 所以你也可以拖 照片进来 比如说 我要放在它的前面 好 那这个 假设 我先把这一张 放前面 然后这一张 图片 我摆后面 好 那 你可以看到 它底下 如果你放完的时候 它的底部 会有一个黄色的 表示 它有被你使用中 被你使用中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继续拖下来 随便拉一下 好 那整个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那这整个是 没有做什么特殊编辑 就是把东西组合一下 这是先练习一下 这个计划案 什么是计划案 那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 把它组合一下 就这么厚了 对 对 你 对 我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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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